有很多觀眾朋友經常問我有沒有車輪的推介 所以今次帶兵換阿傑回來為大家介紹 五款價值較為親民的輪胎 剛濕兩用、水輪、電車輪、甚麼都齊 現在去泊車男 e-shop 落訂 800 元 報讀學車二指定學車套餐即減 300 元 私家車及輕型貨車的自動波及棍波都包括在內 馬上掃描畫面上的 QR Code 或者到以下網址落訂報讀吧 阿傑,現在你身邊這輪胎可否跟我們說 它是甚麼國家的輪胎和特別之處 這輪胎是韓國製造的輪胎 特別之處是Model 3、Model Y 跟車 全部都行走這輪胎 這輪胎叫做 S1 EVO 3 為何廠會選擇它呢 其實以韓國輪胎來說,性價比是比較高 內磨,內磨得來你都知道Tesla 也有相當快 咬地性能也有相當快 聽一下說,一般跟車來走到光頭 要換胎了,三萬多公里 都算是有相當快 價錢上,它又不會去到很貴 以EV 胎來說,尺寸是18吋 Model 3 跟車 大概是1500 左右 如果比其他大品牌,例如法國品牌 日本品牌來說,它都會比較優勝一點 相對來說也有三、四百元的差距 同一個尺寸的價錢 我想問,1500 左右是甚麼尺寸呢 1500 左右是尺寸 2、3、5、4、5、8 16吋、17吋的話 17吋都會有這個花紋選擇 但到16吋就未必會有 因為有時不同花紋 它的尺寸會設定 可能要到某個尺寸才會有這個花紋的軚 這條軚是一用軚,不是水軚 乾濕兩用,只能夠說 因為它的花紋通常都是比較科技感 其實你看上去也 去水都是一般的排水坑 靠地上,就算廠怎樣說都好 都要用家用下去 很多新車跟來走過 其實都不會覺得差到要一新車 馬上換了又不會出現 沒有甚麼情況 旁邊這條車牌子,我很少在香港見過 曾經成績一時 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這條軚的軚有甚麼特性呢 這條軚的軚是LM705 這個軚軚系列基本上都是日本製造的 為何會推薦它呢? 以日本軚的軚軚來說,這個價錢是值得用的 Lohr 這樣計算,205、60、16吋 如果它的價錢只是800多元 如果比起其他米芝蓮、石橋 就會便宜一點 相對來計算,差百多二百元 其實又不說差很遠 但以這個寸數來計算 想便宜,又不想用大陸胎 那就會是不錯的選擇 例如家庭車 一星期只駕駛一兩天 又不會駕駛得很快 就會用這款,這款是不錯的選擇 都是為咬地的乾濕兩用 對,這款是乾濕兩用 舒適寧靜為主 它也聲稱是比較省油 都知道登套這個品牌都很深入民心 對,之前那些101、102 每個人都用過,都會暫停 我想說的是,近這幾年 這款花紋很多客戶裝過 的 feedback 都不錯的 它不可以說很空閒 但起碼它不說閃 以家庭車、代步車來計算 以這個價錢來計算是性價比不錯 下輪的吋數就大一點 14至18吋都會有 因為其實這款花紋都很全面 它可以有些房車輪的尺寸 又有,普通小車的尺寸 甚至乎是七人車的尺寸 它都會兼顧 新旁這款車輪是馬牌 但這款車輪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主打去水為主 首先說一下這條輪胎 馬牌、德國牌子 很多歐洲車跟車來都是這個牌子 這款花紋來計 它就主打是家庭車或是小車為主 普遍都是15至17吋 UC7標榜去水力好 本身UC6已經有差不多了 這款UC7都是今年2023年出獄 所以我覺得都要推介給大家 尤其是夏天,雨季早上 下了幾天雨 我想很多人都試過濕地威力 所以就要試試濕地的胎來應付一下 基本上去水就是検排水槽 排水槽主要是來水 為何這個匯標榜是去水胎濕地胎 因為中間的花紋設計會有一個排水洞 排水洞會剪在水中,會從兩邊的排水槽走出來 想問一下,如果去水胎的話 濕地胎,夏天可能是甚麼 但有時陽光普照時,我需要又換一條乾濕胎 或是我仍然都可以用水胎 不需要的,這個都是乾濕平均 只不過是排水,濕地方面比較好 但如果濕地胎去水很好,乾地滑飛,又未至於這樣 相比其他跑胎,當然不可能給大家性能不同 如果UC7 這些去水胎,尤其是雨季 接下來多下雨天 我想駕車多的人都會知道 就算濕地,不要說是滑一點 可能在大雨的情況下,你都會覺得要給多些油 可能會水左勁,你會給多些油駕車才會去 它這個,除了濕地沒有那麼滑之外 車的阻性也會不會那麼大 即是會節省一點,在濕地上來走的話 內用性一般來說,你都會預算三萬多公里 通常我們最主要都是看汽車,官方參考數據 但如果我聽客人說回來,他三萬多公里都能走到 如走長途、短途多又不同 有些人喜歡被帶有些駕駛著彎去又不同 是否耐用 它的價錢又多少呢 它的價錢就普遍15-17吋 15吋為例,它的價錢就普遍800多元左右 它是否貴呢 比較貴一點 當然比其他品牌都會比它便宜 如果以800多元來計算的去水輪,我覺得絕對用得過 它的性價比和CP值都是可以試試的 我們講完馬牌的去水輪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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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150, $655, 都是 $700 其他品牌較貴的可能 $800, $200 便宜一點都有 但以這個價錢來說,首選價值是不錯的 內容性不過不失,不算很耐用 但一般來說, 15 吋這些尺寸都能走到 2 萬至 3 萬公里 Range 都大,最小是 14 吋 如果是最大, 17 吋, 16 吋都會有 這條石橋輪胎是比較 Sporty 一點 去 Potenza Sport 吧 如果用開石橋,都知道 Potenza 系列比較運動 著重性能一點,咬地一點 這個 Potenza Sport 也不像其他法國品牌一樣很貴 選擇石橋而不選米仔或其他品牌的原因 它的性價比是否比較優勝 性價比是優勝的 例如以這個尺寸 17 吋為例 比起其他大品牌,法國品牌這樣算 都會有 $200, $300 的差距 它的尺寸介乎多少呢 它的尺寸介乎 17 至 20 吋都會有 它定卷的尺寸 Gep trucks 感谢观看